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刘三姐 欢迎收看今天的课本没有说的一时军事联盟特别节目 今天我们邀请来的嘉宾是司马昭谭建策 哈喽大家好 我是司马昭 我的扮演者谭建策 建策老师 北老师 学生 学生 施瑶也是老师 你也是老师 他当他老师 我当学生 你们俩不是兄弟吗 他爱当老师 我爱当学生 好吧 这实在就误惑了 咱们说你本身扮演的是司马昭 司马昭在历史上的话其实是一个非常知名的角色 像司马昭之心 路人皆知 这种 当然他不是一个好的形象 是吧 但是在《军事联盟》中 你塑造的司马昭的形象和固有形象的话 有什么相似之处不同之处吗 怎么说 我觉得因为我是从少年司马昭开始演起的 我对他的理解就是我觉得司马昭他肯定也不是一生下来他就有司马昭之心 所以我更注重他演变的那个过程 比如说他在少年时期他刚生下来的少年时期他可能只是聪明 聪明然后慢慢的他经历了很多事情 他想去证明自己的才华 到他经历很多事 最后又被打压什么什么的 看到这些厮杀 那个时期的这种乱世 他变成慢慢开始展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政治报复 到他开始 他的野心开始萌芽 最后出现了司马昭之心 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 我觉得这个过程更重要 那不同的是可能就是这个角色可能让我来演 我觉得让每个演员演可能都会不同 让我演的话可能就是我拿弹剑刺去贴往司马昭身上按 那本身可能就会产生一种不同的滑雪反应 就是说拿你本人的性格 然后来发散的角色 那么在这个剧里面 我觉得可能跟历史最大的不同的话 就是前两天第十集的时候的话 司马昭去找他扫的 就是满屏都绿了 对吧 我想问一下 就是说当时这个戏不是你自己家的 这不是 这个就是编剧大人 长江老师 他就写进去的 就是说司马昭在里面就会对嫂子有 从他一开始 他其实有剪了一些镜头 为什么会遇到嫂子 在上一部军事联盟的时候 他坐在花椒里 然后他扇子掉了 我去剪 但当时没播出来 我去剪的时候 递给他的时候 他出来我看到他了 本来他都是拿扇子遮着脸 他扇子掉了 所以他看到他的脸了 那一下我就 感觉是没见过女人一样 然后到后面慢慢的 有一幕我记得是大哥跟嫂子 就是拜堂那一幕 就会切到我一个镜头 很多人问我说这是什么意思 你在看什么 你在看大哥 你是离不开大哥了吗 却不是 我在看嫂子 我那个表情就是在 我还在欣赏这个女人的意思 就是说为什么大哥可以娶到她 我没有 所以司马昭一直是对嫂子是有感情的 本身这个感情还是挺有意思的 是 一开始可能在少年司马昭时期 他可能还是对嫂子有点情窦初开 比如说他嫂子要吃东西 他也不知道他怎么去表达自己 他也害羞 然后去送东西什么的 他现在从开始送到你说的第十集 就开始有点放荡 也有点放荡 后面更放荡 后面怎么都放荡的 后面就已经 在跟导演聊某一场戏的时候 他的眼神已经开始变了 就看到嫂子的时候 已经不是那种像之前那样 包括他看到自己的孩子 大家就不剧透了 大家到时候看 就是说之前有一个什么眼神 后来什么眼神 之前情窦初开那种眼神 他看到嫂子可能是没见过一个这么漂亮的女子 或者是什么样的 在司马昭眼里 他嫂子是一个仙女般的存在 但是她是不可以拥有的 但是后期她是觉得自己可以拥有 他觉得可以拥有 是吧 对 但是这个是根据剧情的转变 或者剧透 好吗 剧情转变的没办法 刚到十四集 对 有点着急 这个比较麻烦 既然咱们说剧透不行 那说点虚的吧 虚的 就来说虚的 你觉得年轻演员在塑造一个复杂历史人物的时候 怎么去理解和把握这样的表现 我觉得每一个也不是说年轻人 每一个演员我觉得去塑造人物 他可能都有自己的想法和判断和方式 我也不能说我的是多好或者多正确 我可能就是我自己的一个理解吧 一个方式就是我去多去感受和体会 我觉得感受和体会肯定是大于一切的 然后其次才是去发现他的历史资料 他的书籍 包括他的种种故事也好 包括你说像他们 你这个没书 课本上没说的历史 就是大怕是没说的历史 也要去看 因为你可以看每一个人对他的理解是什么样的 然后你再融合到自己身上 剩下的我就是看自己怎么悟 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会去区分所谓年轻演员和年长的演员 里边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演员在去塑造一个所谓古代人物的时候 实际上是有一个叫气质障碍的 年轻演员在这个里边的话 往往会因为年龄的因素 生活阅历的因素 这种古人气质其实没有那么浓厚 这个东西的话 你怎么去进行这样的调整 然后去发掘这个东西 我觉得就得跳到前面两个问题去说 就是说我当时塑造司马昭的时候 就是因为他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这个太有名了 所以但是我反倒我不想特别去脸谱化这个角色 就是我不想让别人觉得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我满脸就写着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我觉得那样的话不高级 所以我在演司马昭的时候 包括我们导跟导演聊 跟吴老师聊 我们都是想说让他反着来 就是让他觉得这个司马昭是 其实看上去是一个比较无害的一个品种 但是其实内心很浮黑 他的阴谋很多 所以司马昭他是用因 我觉得用三个字来形容他的话 可能就是因 毒 狠 那这三个东西全都不要体现在他脸上 我觉得这才 我觉得是在他的行为上 我觉得这才对于去诠释司马昭 我觉得会有更新的突破 所以我觉得所谓的 那你说的那种所谓的古人的那种气质和那种 那种韵味 这个我觉得是在礼仪上可以去填补的 在礼仪上 在行为上都可以去做到 礼仪和行为 然后这些细节 他去塑造这么一个东西 去塑造那种所谓的古人的这种 因为我们生活 现代人肯定是稍微散一点 稍微放松一点 古人那时候有点可能都是端着的 然后他的礼仪很讲究 但你要说他说话什么的 其实我们在《军师虎啸龙吟》这部戏里面 我们也有过大家都在做一个新的尝试 就是无趣文言 其实你们看的时候也大概能感觉到我们好多大百话在里面 我们想说更能让观众有个代入感 我觉得才是更重要 但是我觉得是一个突破 可能也需要观众去适应一下 就是说观众本身代入感 代入感跟这种所谓的叫历史感也好 或者说是时代感也好 它实际上两个之间的话有一定的矛盾 对吧 如果说你在说文言文的时候 用一些文言的这种表述 实际上可以给观众一个心理暗示 你看这个跟我们现在不一样 对 但是我们不是说所有的该文言文的肯定还得文言文 就是说私下我们比如说我跟我爹说话 我跟我娘说话 我跟我大哥说话 我们私下沟通的时候可能不用文言文 也其实说白了就有点像我上台说话 跟我在台下说话是两个状态有点这个意思 有点这个意思 但是也有网友评论 就是说这里边很出戏 一会文言一会白话 而且是家庭戏 这种家庭戏的话还很现代家庭 就是这种感觉 因为关系之间其实就是那种所谓上下天轮的状态并没有那么明显 可能司马师还强一些 司马师本身他展示的往往是一种所谓的纯效的样子 司马昭在现在剧情展开以后的话 反倒没有开始有一点飞了 不是一种对家庭完全依附 对父亲也有一些顶撞 对吧 也有一些这些东西 他其实在他这个也不能说他是在跑去家庭 我觉得司马昭他后面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在为了这个家庭的战斗 我既然演了这个角色 我可能会为这个角色去说话 但也是客观的 是啊 也是客观的 我说包括他后面没播的 马上要播的可能到后面发生了很多故事 其实司马昭之所以会这样 他也是因为在那个时代乱世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我必须要用手段去维护我的家庭 维护我家人的性命 包括我自己的性命 所以因为司马昭他也是一个实物主义者 就是说这个事儿行 那我就留下来 不行 那就杀掉 是吧 不然他就会害到我 所以在他的可能他的价值观里面是这样的一个呈现状态 只是我觉得他的处理方式可能跟司马仕不同而已 他比较狠 你的价值观 作为谭建斯的价值观跟刚才说的 那不行 我本人比较会没有那么狠 我比较 你看我面很面善 刚才我看到你本人之后的话 觉得好 这跟剧里边司马昭不太一样 变化很大 对 在里边的话 在剧中看司马昭的时候的话 就觉得还是挺阴沉的一个小孩 从前到一直过来 现在其实刚贴上点胡子 对 现在还没开始贴的 还没有胡子 还没有吗 对 好像还没胡子 他哥有胡子了 对吧 你哥有胡子 我还没有追的那么紧 现在本身他对于接下来该结婚了 对吧 司马昭该结婚了 对 跟毛元机 本身有出场吗 就是他妻子 没有 没有出场 他没有太交代司马昭的感情路线 把司马昭的感情路线 其实都放在嫂子身上了 所以他本身的感情路线就没有太多过于交代 是 最后绿了司马昭了吗 没有 绝不能绿 绝不能绿 好吧 这个算是个剧透 这属于司马昭私下的自己意见一下就好了 这是关键剧透 因为很多人的话都在想绿了没有 我们不能篡改历史 是 一看司马昭变武道郎了 这一段过分 那不是不行 对 你看 就是说你和肖沈阳之前的话 其实是非常帅气阳光的这种打男孩的形象 阳光帅气不敢当了 很谦虚 但是军事联盟的人设和表演 对于会不会有一些担心影响粉丝 对你的认知 因为确实看起来很浮黑 很阴沉 我觉得我的粉丝都挺了解我的 可能私下的我可能会比较在意自己的形象 我喜欢比较自恋 比较臭美 但我拍戏 我对于角色从来不会顾及形象 从来没有过 我一直要去塑造一个角色 演一个角色 我就忘记自己的形象这事 我觉得要演一个角色最重要的是让大家肯定和相信 这是最重要的 比如说大家看到觉得你很帅 我就没必要 当然相信那个角色 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比如说像这张照片在上面 看不出来你看多丑 还是在意 这个当时没跟导演说一下 这个拿个滤镜 一般你们不会提这种要求是吧 在剧组 不会 从来不会 好吧 这个纯属开玩笑 就是说粉丝其实对于剧中的角色的话 它隆大度还是挺高的是吧 不会因为说里面很阴陈什么之类 我觉得我相信他们不会 我相信他们会很喜欢 因为他们会看到我另一面 因为我觉得我可能展现给他们的 因为是我私下的这一面 或者是我台上的一面 但我塑造出来的角色 因为我拍的戏很少 目前为止 经历也不是很多 所以他们肯定更期待看到我各种各样的样子 对 我觉得这是粉丝 我相信他们是喜欢的 滴水不浓 真是想从你这扣点话题出来的话 有点 要什么话题 你怎么评价《军神联盟》那些剧组 或者说你在里面的工作经历 评价剧组不太算实 对吧 我在里面工作经历 我刚刚说的 我很庆幸 其实我很我很庆幸我走了一个捷径 这个捷径是在于我没有在拍很多戏的时候 我遇到了这样一个剧组 遇到了这样一个团队 然后让我认识到什么是好的表演 什么该如何表演 该就是该如何去做一个好的演员 这是在我就是刚转行转型当演员 我觉得就能遇到这样的一个团队 我觉得是荣幸 所以在未来的这段期间 我都会秉承着现在的初心去做一个好演员 你说有点虚 具体的怎么帮助 因为这话的话我也会说 我可以说具体的 当然要说 我比较感谢《军神联盟》剧组对我们访谈节目的支持 我刚进组的时候还没拍我 我是那我应该是当时是五月份才开始拍我的戏 我三月十号进的组 我记得特别清楚 我三月十号进组 然后我每天早上跟着大部队出发 每天拿自己来个小椅子去现场 就做在现场 接着之前看 看曹操老师 司马懿老师 杨秀老师 等等老师 他们演戏 王金峰老师 看每天就看他们演 看完以后 看他们演 看他们走戏 看他们对词 看他们的现场的一个工作氛围 我觉得那时候我学到很多东西 就那段时间我能感觉到很多 包括我也提前进入三国的故事当中 那段时间对我影响挺大的 然后到后来我开始拍了以后 我在开始拍之前我特别紧张 紧张到我失眠 就失眠 失眠很厉害那种 就成宿成宿不睡 吃安眠药 后来当我真正拍的时候 就好很多 因为我太害怕 我压力太大了 我觉得万一我演不好怎么办 那么多好的演员在哪儿 我一个新人 我万一跟他们搭不上怎么办 我就压力特别大 然后到了开拍第一天 我演完第一场戏 我问导演 我说行吗 你这开板不错 过关了 我说一下子就放松了 从那天开始就不紧张 从那天开始就开始每天去学了 但是吴老师对我还是很严厉 每天在现场都会 就是说有一点点不对 他都会去说 去教我 包括导演也是 其实我觉得虽然我现在演出来的司马昭可能没有说真的有多好 但是我觉得我已经尽力了 而且也是通过了那么多前面老师的帮助 包括刘桓老师 还有欢歌 曹瑞 我们虽然没有什么对手戏 但是他底下我们老婆吃饭 我那会儿我拍戏的这么长时间 那一年的时间 除了拍戏私下的时间 百分之九十 包括去睡觉吃饭 百分之九十都在聊戏 那跟我哥聊戏 跟我司马师聊戏 跟我老师聊戏 然后跟欢歌聊戏 反正跟每一个军事里面对手的演员 只要我们大家坐在一起 基本聊的就是戏 该如何表演 然后该该如何怎么怎么去 那场戏怎么怎么演 你上场戏怎么怎么演 我们都互相去探讨 所以我觉得那一年对我改变挺大的 能跟我说一个聊戏的场景吗 比如说哪一场你记忆最深刻的 我记忆最深刻的是空城记 你们已经看到了 看到了 那场戏我在现场我一个字没说 我说不出来 因为聊得太深了 然后我那天我记得是全组都停工了 好像停了两天 然后每天我们在现场聊 聊这场戏要怎么改 怎么调整 然后当时我们所有演员都坐在 在场的演员都坐在现场 我就开始聊 一开始大家都开始天马行空 其实你们现在看到这个版本 已经是推翻了很多个版本 就有呈现出来的 然后我想怎么样呈现一个跟历史上完全不同的空城记 然后担忧不去篡改历史 不去颠覆他的 只要他不同 然后让他更多元化一点 然后那天我们去看吴老师跟王龙佑老师 现场所有人都在聊 后来吴老师真的是看到一个演员 他的兴奋是什么样的 他遇到一场好戏兴奋是什么样 走了 他自己演起来了 吴老师在现场起码演了50遍跟我们看 他自己自己演 自己跟自己演 演演 就都看 然后开始讲 大家各输己见 到最后连拍纪录片的小哥 拍纪录片小哥 因为全场都被感染了 我觉得军师 胡销龙佑年最大的魅力 就是不拍的时候在想聊戏的过程 是最大的魅力 在那地方 你要说我在拍戏的时候能学到的东西 肯定没有在聊戏的时候学到的多 他们在聊的时候 你知道真的是感染了所有人 现场拍纪录片的小哥就不拍了 自己掏一本子出来 我做了一些纪录 我觉得这场戏自己讲不错激动 其实我们听的也是热泪盈眶 包括前两天我看播出 我看《空中记》 我自己也哭的不行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很感动 我看这场戏 我是很感动 但是没哭下来 我哭成狗了 看到《空中记》 不知道为什么就那么触动我那场戏 对 你也不知道为什么 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是我经历过讲戏的过程 你可能是觉得这实际上是个孕育的过程 对 我经历了孕育的过程 然后看到它现在呈现出来的一个可能成品 对 自己的一个孩子 感觉 我到了真的 我就会没什么说话 这不能算是我孩子 我整个参与其中 我感到很荣幸 但是我觉得我能听 能去感受这个作品是怎么呈现出来的 我觉得太棒了 这一刻 前因后果 为什么考虑这个东西 然后所有人都去参与 你当时为什么不说 我说不出来 我觉得他们一说一点 我已经炸了 鸡皮疙瘩掉掉一地 我已经没有办法 就是说 感觉我自己说不出来一个比较更好的 但平常我还是会提很多自己的意见 比如 他们也会给我很大空间 这个我特别感兴趣 比如说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我片花里面的我一个阴士郎顾 司马昭不是有个阴士郎顾吗 然后比较有名 然后我那时候我就班蒋马昭在讲看戏的时候 我就看那场戏了 我说这么帅 然后我说 我也想 我也有这样阴士郎顾也好 怎么才能有 我想终于给自己找到一个理由 我说我是司马昭 我是司马昭的儿子 最像司马昭的儿子 怎么知道他得遗传 是吧 所以我就想 我就每天反正不拍戏 我晚上睡觉前 我那个净了 我一天就练 扭着膜了 练 练完以后我就觉得有一分相像了 但是我又不想说完全的像司马昭的那种狠狠的那种 对 我觉得司马昭他主要是音 所以我把它理解为是音是郎顾 所以后面有一场戏导演就说你是不是在家练了 他就说是给你表现的机会 这场戏我们就给他调整一下 就那场戏后面有一场戏就是 后面我就越发的有自己的政治 野心了 包括也有自己的团队了 强大了 我可以跟我爹对抗的时候 就还没敢跟我爹对抗 但有萌芽要跟我爹对抗了 然后那天我爹炫完我以后抜头走 然后这时候我很不甘 我很不甘 我就音是郎顾阴了他一下 之后我爹就说 这孩子现在怎么越来越像我 我回头看我 两个人一起同时音是郎顾 但是我小郎还是怂了就看到他 我把它处理的方式有点像司马懿看到曹操突然间变化的样子一样 但是不是只能去借鉴一下自己的爹 这个确实有意思 尤其是这种戏剧化的安排 两个人对一块 父子的这个 这个还有多少截 很快 我贴上胡子没多久就有了 贴上胡子没多久 是吧 对 反正你看什么时候司马昭厉害了就差不多了 那就是吧 司马昭厉害了 司马昭也该死了 这你们都知道 这个确实 还有一个怎么说 刚才其实说了半天表演 你对自己在军事里边的表演 如果10分的话 你给自己打几分 10分吧 6分吧 刚刚几个 你们两兄弟都差不多 都是这么谦虚 我觉得不是谦虚 包括我现在 其实我现在在看播出 因为我觉得那会儿真的是 那是我第一部古装戏 这是这种历史题材的古装戏 所以我当时演的时候 很明显的感觉到我前期跟后期完全是两种表演状态 到后面我就可能就肯定比前面演的好 那就是因为我的可能在经验上的不足 包括现在我在回头看 看播出的时候我自己都写了 其实如果再给我两年时间积累经验 可能我会比当时演的会更好一点 我现在看可能这时候我要这么演就好了 这时候我要这么演可能就比当时会好很多 这还是会有遗憾的 但是我不后悔 我觉得当时的我也已经真的是尽力了 尽力了 尽力了全身浑身解数了 所以我觉得还是值得给自己鼓励的 给自己鼓励 才是个极格 极格已经不错了 我觉得多少演员希望自己演戏能演极格了 那么往外咱们发散一下 因为都是三国戏 另外一个的话 我当时在头条上也看过你那个片花 叫什么来着?三国机密 三国机密里边的片花 你觉得你跟李晨谁都得头皮演得好 这也太刁钻了 这个问题 诚哥在现场演戏的时候我也在看 有看 当然我就每天都在现场看 几乎每天都在想看他们演戏 就被拍我的时候 然后诚哥我觉得也是个非常好的演员 但是我没有办法跟他比较 我觉得如果跟他比可能 他是前辈 我肯定觉得还是他好一点 他好一点 但是我呢 我会有自己的感觉 因为毕竟三国机密跟胡乔龙 《军选人盟》还不是一个路子的 三国机密他偏武侠一点 这个三国机密的曹丕病态一样 因为三国机密的曹丕 他在戏里面 他是练习了一种所谓的武功 一种一种剑 然后走火入魔了 然后变态导致他才会有激火攻险 最后吐血 然后今年早逝什么的 所以他比较 《机密》里的曹丕就比较激进一点 到后面他登上皇位 他的那种感觉都会比军事里面曹丕登上皇位的要来的更病态一些 我觉得病态 如果你当时演绎的时候的话就是冲着病态去演绎 还是急欠还是别的什么东西 我觉得挺处杂的 我现在都不知道我到底没有处理好那场戏 因为《三国机密》里面曹丕更惨 他真的太惨了 他的身世太惨了 反正《三国机密》的曹丕我觉得相对而言又比我去演司马昭更难了一些 但是我觉得也是期待他到时候看看播出来是什么效果 是 我也很期待 马前王的作品 想看一看 但是我庆幸的是《三国机密》是我自己配的音 自己配的音 军事联盟故事 是 听着声音是不太像的 不过怎么说 你去接这种决策的时候是什么考虑 感觉都跟自己人设之间的话有很大的出路是吗 我喜欢这样 我喜欢演自己跟自己差别很大的 我觉得要过瘾 能演的好吗 你觉得 我尽量 我觉得首先我得去接受这个挑战 但我敢肯定的是我每次演完一部戏我都会进步一点 我都有新的体会 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如果为自己而言我觉得就得去尝试 就得去多去磨练自己 然后反正我觉得挺好 挺喜欢演这种跟自己差别很大 但我现在在演那个戏差别也很大 但是跟我单身现代戏就比较外放一点 叫什么意思 叫《原来你还在这里》 是一个小说改编的 原来你还在这里 对 这里那里的现在不少 现在这里那里的还是真不少 这个当时挺有名的小说 然后改变成电影 电影是谁? 刘亦菲他们拍的那版 现在电视剧版的 那里面我的角色也挺逗的 这是网络节目是吧 是 是个逗逼 然后完了之后 反正肯定跟司马昭跟曹丕完全颠覆的一个角色 我就喜欢这么跳着来 看看自己到底能演成什么样的角色 就是说你在去接触这些不同角色参演的时候的话 有没有一些比如说镜像或者说对照的这种标杆? 比如说我现在要去演司马昭 那好 我去看一下三国演艺里面 老三国里面那个司马昭 我有看 这个功课我觉得是要做的 但是我觉得我绝对不能效仿 不能跟他们一样 如果跟他们一样的话 我觉得那没有意义 会有是吗? 你会去做这种东西? 我会看 对 我会去看的 当然我觉得因为没演一部戏之前你肯定得做功课 你肯定得去了解它 你能通过什么了解? 除了书 那就是影像资料 是 所以就只能去看 看完以后 大概你能知道 你可能十个人 你能找到五个人对这个人物的理解 那你剩下的我觉得就是自己的理解了 对 然后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自己的理解 最重要的是自己在拍摄过程中的感受和体会 因为在每一场戏 我觉得你都会有 你的感受都是 是嫁于在你本人身上的 如果是司马昭身上 或者是曹丕身上 是谭天赐的身上 但谭天赐 我觉得我对这个事件的理解 然后再把我自己按到司马昭 我应该如何去理解 我觉得这是更重要的一点 实际的话剩下你说还有什么没说的 就这个人设和 其实说到底 刚才聊了半天的话 就是一个问题 就是人设和自己演绎之间的反差 咱们理解 对吧 这东西的话 咱们来说 翻过来掉过去 已经说的差不多了 但是里边司马昭的角色 咱们说从剧本来看的话 司马昭不是说戏份的问题 是说人设整体来说的话是相对比较单薄的 你觉得这个算是好的剧本吗 但是感觉后面的其实剧情我大体上也知道我都怎么安排了 感激涕零 感激涕零 对 纯是这种感情的东西吗 不是感情的东西 我觉得是上天给我的一个太好的礼物了 司马昭这个角色 因为我觉得这是给我一个人生特别大的历练 我可能如果我没有遇到司马昭 我肯定要再演个好几年 我才能遇到一个可以锻炼我的角色 我觉得我特别信任 但是就像王东和施瑶说的 其实是很像一个功能性角色 就是司马福、司马师、司马昭 司马师的这三位的话 其实相对来说是功能性的角色了 每个人的话都偏重司马仪性格的一个侧面 对吧 司马昭其实是他相对来说的话 阴沉 然后怎么说 就是偏重于轨迹的这么一个暗黑的这么一个部分 对吧 实际上作为一个功能性角色的话 他其实他整个的人设是不完整的 他不是一个完整的人 可以这么理解吗 你说司马懿他就完整吗 司马懿在这里面的话 其实相对来还是完整的 就是赵国什么之类的 但是司马昭我觉得也算挺完整的 他跟司马师、司马福不同 OK好继续 因为司马师跟司马福他真的是很忠诚的一个人 很忠诚很忠孝的一个人 司马昭他是从忠孝到反骨 这是有演变过程的 包括他为什么这样 都是有过程 他只要有了变化的过程 我觉得有起伏 这个角色我觉得就是完整的 对 所以我为什么感谢司马昭 他让我 司马昭在后期他真的是大起大落的 感觉上来说的话 比他们这两个角色起伏要大得多 理由照顾也多 对吧 逻辑关系 对吧 他说起伏这么大 他的矛盾更多一点 但是你从这里边抽离的话 其实他基本矛盾的话就是两条 准确的讲的话就是两条 一条的话是说应该是三条 一条的话家族线、亲情线 另外一条的话是所谓的全弘线、野心线 还有一条的话是对扫子的这个叫涅源线 对吧 其实就这么三条线 还要多少条 再多一条 我感觉我就不会演了 这三条已经足够我琢磨好久了 绝不可能 你潜力比这个要大得多 你自己没有认识到 现在可以 可能当时的我还是比较稚嫩的 我觉得 就说这三条线本身 你当时觉得就已经很需要去考验自己去处理的 对 要不我能紧张成那样 压力大声睡不着 剧本说翻烂了都 每天都在看 后来我发现不能老看 我觉得后来到后期拍戏 我都几乎不看剧本了 就要现场的感觉 自己反正词已经背下来了 是吧 也没背下来 现场就来 我觉得你看给嫂子送户那场戏 没词 没词 全是现场传的词 就你自己当时现场说的 临时诉说的 导演说 那天我那场戏我印象特深 那天在现场我们看了剧本 导演说剧本这场戏推翻版 我们重新来调一遍 然后怎么跳 导演说你自己来吧 我自己来 你就跟嫂子看你怎么勾搭她 你来吧 然后我就自己来 然后你就发挥自己想象力 然后就勾搭她 对 其实也不是 我现在可能说的直白特观 现场肯定没那么 现场不会那么露骨 对 不会那么简单 肯定还是分析了人物 分析了心理状态 然后才让你来的 就不会说你来吧 是 那也太随意了 对 肯定分析了很久 然后最后我们说可能找到了几个重心 几个关键 然后剩下的自己来组织 然后比如说战场上 什么我很害怕等等 这些也是你当时签编的 全自己组织的 你自己签编的 对 但有一些可能是基本上有的 但55%以上 50以上都是自己 都是你自己当时算的 对 你能说当时你什么心境 然后去跟夏伍惠说这么一段吗 我的心态就是我第一次上战场 第一次杀人 我以为没杀过人 你想第一次拿枪去杀人那种感觉 我回来我不知道跟谁分享 我第一个想到分享的人就是我嫂子 那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就是我 我喜欢把我的所有的喜怒哀乐 我想第一时间告诉他 这么一点我觉得我喜欢他 明白了 所以我跟他讲的这 讲我在战场上这一段的时候 看似是我好像在给他显摆我自己的威猛 或者是怎么样 但是内心其实是还有一点在回 真的真心实意在回味当时战场的那个过程 是很残酷的 自己没想到这么残酷 但是那一会司马昭他又觉得 原来杀一个人这么简单 我也很容易被别人杀了 我们家也很容易被别人杀了 怎么办 必须强大 不强大就死 这个时候你们看到司马昭的一个立场 他表态给了嫂子 他认为跟他最亲的人 他最能相信的人 这么说的话是有意思 因为我跟张逗逗聊过这场戏 是吧 我问过他这场戏 但是我问他当时他的表现为什么是那种 看起来好像很惊讶 但是又明白的知道司马昭要干什么 心知肚明的这么一个情绪情感状态 然后你当时的状态就属于是相对比较自我 然后我去表述 我去把这个事说完了 对吧 至于说结果其实不是特别在乎 后续的话也是这样一个发展 就是不在乎 不在乎了 不在乎了 因为如果我觉得嫂子上来这事你不能这样 你现在这样做对我是不对的 我告诉大哥 我告诉你大哥 或者我告诉爹 我可能司马昭就不会这么干了 嫂子一直在纵容着司马昭 司马昭越来胆子越大 就是在纵容 但是这个肯定是历史上没有的 我们就去加一些让司马昭背个锅这样 这个我写 女编剧本身都有一些这种恶趣味 我觉得挺好玩的 这样 我觉得也是给这个学生增加了很多色彩的一个桥段 要不然你看我问三个人 我三个人都问 我问谁 我说绿了吗 感谢长江老师 三个人的话正好这一圈三角我都问了一遍 然后后面高平凌之变里面 高平凌之变本身是一场大政变 在这里面的话 这个角色的话有什么作用 或者说在里面的话 相当有了 相当有 对 二厉害人 然后接下来下一句你看剧去吧 我不能剧透 剧透那还有什么意思 对吧 我可以跟大家说相当有关键性作用 简直就是大boss 在历史上的话 历史上的话 其实主要是司马医和司马师 但问题是这里面的话 你要说它相当有作用 我确实还是有点好奇 我还是觉得挺有作用的 你看编掉了 司马师是属于拍板的那种 我是属于后面的 对他拍板的 赶紧拍赶紧拍 你不拍是吧 行 我找人激你 然后让他拍 就是这种 没有我 他就拍不了板 没有我 我爹也拍不了板 就是一种 在里面的话 其实是起的非常大的 怎么说呢 推动作用 一直在推着 煽风叠火 然后去做一些阴谋的事 发生这场政变本身在剧里边安排 是有司马昭的阴谋的作用的 是吗 最简单的一句话说 我在借我爹的刀杀人 借刀杀人 就是最简单的 好吧 这个我就只能说 我很期待了 因为现在我也没法问问了 你也不说 对不对 我就喜欢这种卖关子 就喜欢吊着大家的胃口 然后大家去看剧 好吧 还好我们这个节目的话会在剧播完之前播出 这样的话这个关子还有用 对 基本上的话这就差不多了 因为我觉得整个司马昭他很有意思的地方其实是在这种反差上 然后再有的话就是说他自己里边设施的你比如说刚才说的时候可能还是有点单 比如感情戏的话我觉得还是有点单 对 他感情戏确实单 对 因为他没有感情的 他的重点是在他的政治上 对 他的权谋上 对 然后再有亲情相对来说的话表现的也比较淡漠 就是说细节上的话没有看出来 相对来说的话 他虽然看起来好像是说在家庭里边非常的关系很重要 对吧 但是真正说他对于家庭的感情是没有看出特别强的 截至目前来说 目前来说应该是 是 没有 他对于家庭整个的感情没有 这样的话就造成说其实就剩一条全谋线 对吧 对 全谋如果说一直看下去还是很单调的 毕竟咱们都是普通人 对不对 好 好 谢谢监测 谢谢 谢谢 好 好